靠近我們的感測器 因為感測器它會自動的 這樣封濕進去 這對姐弟正在介紹的 是他們一起研發的 自動感測空氣清淨機 才花一年的時間 已經研發到第六代 因為我們兩個都是過敏 而有這個問題 所以就覺得每次要爬起來 開很麻煩 然後又不知道什麼時候 要灌很浪費電 所以它只要跌倒 就可以偵測到它是跌倒嗎 從生活中發現問題 動動腦想出 可能解決問題的方法 這是Maker代表性精神 教育部補助13個縣市學校 台北市日新國小 率先成立全台第一個 製造教育示範中心 就是要將這些Maker的概念 融入到我們的校本課程當中 讓我們的孩子 在這些課程當中 學會如何去運用 這些所謂的Maker的材料 來做創新跟解決問題 然後去把它的整個脈絡 從大班低中高年級 一直到國中高中 去把整個脈絡建構出來 這樣對學生來說 他所學習到的東西 才不會是除了原本的 課程之外的另外一個負擔 小小製造者 還有這對小四學生 短短72鐘頭 透過軟體仿造學習 再透過3D雷射切割 迷你卡接小紅樓 閃亮登場 不過完成之後 他們對自己 還有更高的期許 把它變大變成比較真實 然後就自己畫畫看看 看可不可以標榜在網路上面的圖片 以科學為基礎 提供更完整平台 讓學生實現腦中創意 未來可能的科學家 也許就在這裡誕生 製造教育示範中心 在 青鵬樹被剪圓集 台北報導